槍声大作 一名拥有多项犯罪前科的通缉犯 疑似遭人寻仇连开12枪 命上在一座豪华公寓的三楼停车场 警方不排除干案凶途超过一个人 这一起枪击命案昨天晚上8点45分 发生在威省一座豪华公寓 警方接获投报赶到现场的时候 发现31岁的男子满身鲜血 落尸三楼的停车场 现场还发现了12枚蛋壳 进一步调查发现 男子5个月前才搬进出租公寓 而且是警方的通缉犯 由于男子有多项犯罪前科 因此警方不排除这日一起仇杀案 事发之后 遗体已经送往医院解剖 警方也会调阅现场监控 并援引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 调查这一起命案